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食品兼药物管理局今天紧急授权 辉瑞和莫德纳新冠疫苗 可供最年幼儿童注射 这是多数国家目前仍在等候 接种疫苗的最后一个年龄层 FDA授权6个月到5岁的 有同可以注射两剂莫德纳疫苗 6个月到4岁幼儿童可以注射3剂辉瑞疫苗 FDA局长克里夫发表声明说 我们预期幼儿童注射疫苗 可免于在感染新冠病毒后 出现最严重后果 住院甚至死亡 爱荷华州最高法院今天为立法者 在该州严格限制甚至禁止堕胎扫清的道路 推翻了4年前法院做出的一项决定 并且得出结论 该州的堕胎行为将不受宪法保护 这项诉讼最早在2018年提出 要求女性必须在等待24小时后才能选择堕胎 法院当年的裁决称 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权和支配权是自由的核心 不过随着共和党州长金雷诺兹上任以来 总级7名法官中有6人都由这位州长任命 首席大法官苏珊·克里斯滕森解释称 堕胎不是一项基本权利 人民应该解决这个问题 拜登总统今天召集了世界上20多个最大经济体的负责人召开会议 讨论如何抑制甲烷排放气候危机 以及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期间稳定全球能源市场 拜登再次指责普京发动的战争 加剧了实现长期可靠能源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并助长了全球能源危机 美国和欧盟启动全球甲烷承诺的下一步 也就是到2030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30% 拜登还宣布了一项新的全球倡议 重点是筹集900亿美元来开发和扩大新的清洁技术 以实现碳中和 美国将为此投入215亿美元 资金已在拜登的两党基础设施法案中获得通过 总统拜登表示 他已经听出了关于三名美国人在乌克兰失踪的简报 他在前往特拉华州之前发表了简短的讲话 他表示政府依旧不知道这三人的下落 但他重申美国人现在不应该去乌克兰 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说 国务院正在与失踪人员的家属 以及乌克兰当局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保持联系 尽管在今天出现了两名失踪者 在一辆俄罗斯军用卡车后的照片 但政府也无法核实照片的真实性和拍摄时间 俄罗斯方面也至今没有俘虏人员的消息 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的引渡申请 今天得到了英国内政大臣帕特尔的批准 英国内政部表示阿桑奇有14天的时间提出上诉 法院认为引渡不会对他的人权造成损伤 并且表示他在美国将得到适当的对待 阿桑奇的妻子在得知消息后表示 他的丈夫没有做错任何事 他没有犯罪 并表示如果他在英国高等法院的申诉不成功 将向欧洲人权法院提出上诉 请继续所的引起人文快讯 掌握新闻的最新动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